老李哼着小曲回家 一看到桌上的定亲礼 瞬间变脸 对着老伴大发雷霆 你怎么不和我商量就说下了 老伴是有苦难言 当初可是老李亲口答应儿子 做老乐家的上门女婿 如今聘礼都来了 怎么还发火了呢 原来老李觉得当初是吃大锅饭 大伙一样穷 如今责任之 劳动力就是生产的本钱 自然不愿意将儿子送出去 老李提着定亲礼打算还回去 老乐以为他跟自己客气不收礼 两人将礼品推来推去 老李只好说出实情 他不想让儿子当上门女婿了 两家可以结为亲家 但就是得调翻一下顺序 老李家娶儿媳妇 面对老李突然变卦 恶大妈自然不干 两人为此差点打了起来 老乐认为只要两个孩子相爱 进哪家门都一样 为了让两个孩子结婚 老乐想了个办法 两家合伙买一台拖拉机 这样劳动力不就解决了吗 说干就干 老乐在老李面前 不停称赞拖拉机的好处 还劝说老李 光靠雏豆发家不见识 没想到老李一口否决 我们家里有和尚 用不着花钱请老师 既然老李不愿合伙 老乐决定自己买 但他又遭到了老伴的反对 老伴把拖拉机的说明书 剪成鞋垫 还悄悄地把存折藏了起来 村里大家都是靠牛离地 没有哪家哪户买过拖拉机 但老乐认为 科技才是第一生产力 他一心想把拖拉机买回来 好在老乐的女儿懂他的心思 但是家里的钱还不够 有人忙着乐大妈 把销房子的木料买了 总算凑几钱 把拖拉机给买了回来 村子里的人 全都围在一起看热闹 正在帮忙老李 盖心房的村民 也撒手跑去看拖拉机了 老李上梁之喜 用的鞭炮 也被村民们拿去庆祝 老李气得拿着棍子 出来找老乐算账 他敲了敲拖拉机 而后又叫回了自己的儿子贵戏 这下换老乐愁眉苦脸了 因为村里只有贵戏会开拖拉机 天上的鱼也说来就来 最后还是村民帮忙 一起把拖拉机给拉了回去 老乐回家也没得好脸色 老伴见他擅自买了拖拉机 气得火冒三丈 直接将它关在门外 老乐自知李亏 只好服软道歉 这么多年 我就做这一次主 以后什么都听你的 还不行吗 乐大妈虽然不理解 但事已至此只能支持老乐 慢慢的老乐学会了开拖拉机 一家人的生活质量也不断提高 以前他和女儿一整天才能干完的活 如今听着小曲 一趟就给跑完了 老乐试图继续劝舍老李入骨 老李却笑着嘲讽 离盖房子的钱全花光了吧 这拖拉机除了能多运几套泥吧 还有啥用 不过拖拉机的用处可不止运泥 村民们全找老乐帮忙离地 不仅速度快 而且收费合理 老乐穿得不易乐苦 天有不错风云 这天 老乐家的拖拉机漏油了 他答应给贫困户老万家离地的事 只能作罢 老李知道自己的机会来了 他让儿子跪起 去远房亲家探亲 这样一来就没人帮忙老乐笑里托拉机 另一边 老万地里的庄稼不能呼了洁气 只能找老李帮忙离地 老李直接坐地起架 一趟功夫三块钱 老万没钱 只好用家里的羊抵涨 老乐知道这时候立刻上门说理 老李却指了指桌上的韭菜 这些哪样不要紧 我供钱涨了一点不为过吧 老乐表示他这是漫天要价 老李气冲冲地排来排桌子吼道 你这就是拆我的台 虽然老李糊涂了 但他的儿子跪起是个明白人 跪起回家后 悄悄帮忙修好了托拉机 老乐直接免费帮老万家离地 他看上了老万女儿的手艺 两人家和我开了一个灭气作坊 村里的人也都到作坊里忙活 老李听说货也赶了过来 老乐立刻带着老李参观作坊 老万也在一旁介绍说道 这些都是县里定了货 老李看了看工艺品不介绍道 你们不就是在小孩子过家家吗 随后老李就离开了作坊 老乐追了出来 他却说老李入骨 大家一级正前 没想到老李却拒绝了他 他还表示两家的亲事就此作罢 原来老李对离地的事耿耿于怀 他们为老乐抢了自己的生意 因为他也想发家支付 只不过两人道不同不相为谋 老李重新给贵喜想了一个女孩 女孩家答应 送了一头怀仔的牛当作聘礼 可把老李给乐坏了 大儿子和大儿媳私底下议论纷纷 因为他们听说女孩长得五大三租 贵喜早就和老乐的女儿私立终身 自然不愿听从老李的安排 老李直接将贵喜锁了紧 最后他就杀鸡剁肉 等着儿媳妇上门 贵喜结婚的事迫在眉睫 老乐却十分自在 原来他早就想好对子 他写了一封信给贵喜 让老李家大儿媳送了过去 老李看到后立刻周恩信的内容 因为老李不识字 贵喜一篇夫妻说道 心是女孩寄来的 他希望我们俩马上领证 老李听后戏笑颜开 立刻放了儿子 哪知贵喜是和老乐的女儿领结婚证 这下两人成为合法夫妻 老李也没辙了 老乐可不是双喜临门 他的作坊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县城里的采购员还送来了支票 眼看着老乐正前 老李自然也不愿辣家 归起去了老乐家 他成年虽然大儿子辛苦干活 不了 大儿子直接给累垮了 大儿媳实在受不了老李的作风 因为他只把两人当作牲口一样干活 大吵了一家后 大儿子和儿媳带着孩子 一起回了娘家 老李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因为儿子全走了 没人帮忙插秧 他找好生的老乐帮忙 没想到老乐也坐地起家 插秧可以 一次三块钱 老李气冲慌地跑去贡销车告状 贡销车的人却指着菜说道 这些不都是钱吗 老李只好灰头土脸地回家 他发现儿子儿媳全都回来了 家里还贴着喜字 原来老乐故意让这样做 就是让老李明白 赚钱得靠良性 这次告状的途中 老李也彻底想通了 他也决定若骨和老乐一起赚钱 最终一家团员 围坐一起喝着喜酒 影片看似讲的是两家成坤的事 实际讲的是 面对变化时 老李和老乐的不同选择 老李不愿意变通 守着牛过日子 最后落得大家全都不待见 老乐学会扎书时机 明白了科技是低生产力的道理 他成了村里买图拉机的第一人 还带着大家一起发家致富 电影虽然是中国式大肠原结局 但我们能在电影的每个片段中 看到生活的影子 我想这就是老电影的魅力